所以我們在這個規範內 我可以做我要做的事情就好了 就好了 有的自由 你覺得不自由 可是那個自由我們並不一定需要 不要去爭取那個你用不到的自由 是不是 你要那個幹嘛呢 我就是我奶奶也聽到說 你們的年代的生活很複雜 很複雜嗎 我們小時候就是政府要你去念那時候大學 然後去做這個種子 你就沒有選擇 現在你們選擇太多 就跟以前的婚姻是一樣的 沒錯之言 是一種婚姻方式 你說我沒有婚姻自由 可是兩個人生活在一起不是一樣的嗎 然後你從結婚了以後開始交往嗎 開始相互了解嗎 開始經營這個婚姻嗎 不是一樣有很好的婚姻嗎 那你說現在婚姻自由了 談戀愛自由了 離婚的那麼多 因爲什麼 你的選擇變多了 你沒有去經營啊 你不需要去經營嘛 知道的嗎 經營比認識比談戀愛難難啊 以前的婚姻是結婚以後開始經營 現在不是現在是結婚以前 開始大家你愛我我愛你 要浪漫又這個那個 結婚以後要開始經營了完蛋了 因為不會經營經營 因為不會經營 是這樣子 那你說誰比較自由 不一樣的自由嘛 你有沒有懂 所以我們的生活生命 不要去爭取那些我們不需要的東西 你要爭取等你需要了 你覺得你需要了 你去爭取吧 那有些人覺得他需要 他需要的人去爭取啊 因為我不需要嘛 我的手機不需要去爭取 那我畫素搞到一萬 我不需要啊 你們能買個手機現在 現在的照相的畫素四千 四千嗎 不是 對嘛 四千K嘛 四千Mbps了 大概一千 一千嘛 華為的那個有一個更高的到四千 那你說 那你說 可是他那個是選 選擇的啦 一般的正常還是在 還是在 還是在 還是在一千嘛 你說我要爭取更高 爭取更高 問題是你需要嗎 是不是這樣子 不要為我們不需要的東西去花精神 花錢 花那個去把生命花在那個上面 好的嗎 那我在捷克去買一個跟一個修小提琴的大師去買一個小提琴 那個手工小提琴都很貴啊 買不起啊 我看他牆上掛 掛一把小提琴 我說那把是怎麼樣呢 他說那個是大概有一百年歷史 是捷克產的 捷克的 可是 是有一百年了 工廠生產的 可是時間很好 我就說 這個小提琴夠好嗎 他說一句話 他說 Good enough for you 哈哈哈哈 我一聽 對對啊 我還沒開始學了 我到現在也還沒開始學 學了第一課我就沒學了 所以很多東西啊 我從那個我就學到 領悟到 很多東西 Good enough for you 就夠了 娶一個太太 Good enough 家喻先生 Good enough for you 就好了嘛 所以你要知道 你自己的 enough是什麼嘛 你自己需要是什麼嘛 賺錢 賺到一個 Good enough for you 就好了啊 看不懂 所有的東西 你都要去想 到一個 Good enough 就夠了 不要一直去追求 哎呀 他有的比我好 他有這個比我好 他太太有比我漂亮 他先生就賺的 比我先生錢多 是不是 他房子住的比我大 他這個比我好 那個不用嘛 你想想 是不是夠了 夠了就夠了嘛 當你有一天覺得不夠了 你再去爭 爭取啊 要不懂 當我覺得他夠了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想 享受他 當你永遠去追求更好的時候 你有的東西 你不會去想 享受他 你一直準備著把它丟掉 看不懂 然後 你們工作也是一樣的 每天不滿意 要去找新工作 你就不會用心在這個上面啊 你就不會享受你現在的工作啊 不好不好 錢又少 老闆又兇 同事又怪 是不是 每天呢 吃飯又 又少又遠 是不是 什麼都不對 準備要換 永遠要把現有的東西丟 丟 丟掉 然後我練拳應該不是這樣子 啊 不是就是我 練拳也是這樣子 我練冒步 我覺得 噢好像臉灰了 那就 不是你體會到了 體會到了 你能夠掌握他了 你覺得對你來講夠了 什麼叫夠 因為我不要去打擂台啊 是不是這樣子 你如果要去打擂台 就不夠 要不懂 對我們一般的人來講 生活裡面 我調整我的身體 我去理解一些東西 我理解到它 我身體能夠做得到 對我來講夠了 那然後呢 啊 然後你再往前走 走啊 所以還是不要抵 當然啊 因為你的理解會一層一層變多嘛 當你認為不夠的時候 你會一直停留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我打一拳 一百五十磅 不夠 兩百磅 不夠 三百磅 不夠 四百磅 五百磅 是不是啊 你一直停留在這個地方啊 你一直停留在練這一拳嘛 可是我打到兩百磅 就算我打到一百五十磅 夠了 夠了 看你打什麼地方嘛 還有我沒有要打人啊 我只是這個力量發的對 我覺得這個發的方式 我的結構 我的力量的通透 對了 是不是 就夠 夠了 你就可以往前走了 你就可以往前走了 這樣不懂 因為我們練全是練一個 練一個理 練一個身體的有效的控制身體的方式 我們要理解這個 理解這個的話 每一個東西練到 到你會做了 到你懂 懂了 身體上面懂 懂了 不是頭腦懂了 身體懂了 身體能做到了 就夠了 你今天說 我想去試試看 打個擂台 或者參加一個馬拉松跑步 那就不夠 就這樣子 那你就針對那個去強 強 強化 因為 方法你已經知道了 是不是 道理你知道了 方法你知道了 接下來是什麼 熟練度 跟強 強度 要不懂 所以這就是 夠跟不夠 你自己要清 清清楚 你自己去做 不懂 沒有 沒有 教拳 我不會讓你們 停留在一個地方 把它練得很強 不會 我要你們練懂 知道的嗎 你練懂 你可以示範 你可以做到 就好了 你有興趣去熟練它 強化它 你自己去做 不然你就可以再往前走 好 好了吗 可以记到这句话 Good enough for you 好 好了 走了